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你的好运气来自于实力和努力 当你在生活中拥有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那么当你遇到更加高层次的人 你不会觉得高攀不起 当你在感情中拥有了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 那么你就会用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和平等的眼光 不用仰望谁也不将就谁 在社交生活里 有效人脉从来不是指你认识了多少牛人 有了多少名人的私人电话 而是你自身有多少实力水平 不管你认识多少优秀的人 都远不如你自己本身就很优秀 黄博没有出名之前 因为长相问题被各种冷嘲热讽 有一次他去一部电影里客串龙套角色 结果到了片场 副导演见了他之后 直接呵斥 谁叫你来的 这不胡闹吗 你这长相怎么能上镜 当演员你也配 当时黄博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用演技学制 结果他做到了 实力才是好运气的根本 陈坤成名之后 去参加一个国际电影节 在后台 遇见一位在影坛很有地位的女演员 陈坤走过去主动打招呼 你好 我是陈坤 很高兴认识你 陈坤的热情换来的是冷漠的回应 女演员瞥了陈坤一眼 冷冷地说了一个字 嗯 然后便转身去同别人打招呼去了 那一声嗯 让陈坤觉得很冷 这件事让他记恨了很长时间 那种刻骨铭心的愤怒 一直憋在他的心里 几年之后 陈坤凭着努力 在拳内成绩越来越大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他又遇到了那位 曾经伤了他的女演员 这一次 女演员主动上前 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两人愉快地交谈 很是投机 陈坤说起了几年前的那件事 女演员真诚地说 那时候您有什么 只不过凭人气窜红 没有实力 没有成绩 演技很差 在我看来 就是个靠脸蛋和运气成名的空架子 我从心底看不起那样的人 而现在 我看到了 你是一个演技很好 又很踏实的演员 其实陈坤心里早已明白 一个演员 如果想在业内获得足够的尊重 一定要靠实力 靠成绩说话 有一句话说得好 成为最好的自己 才会遇见最好的别人 二 你的好运气 来自你的好人品 一个人 能力有大有小 生活有穷有富 再穷 也不能丢掉做人的尊严 再富 也不能失去做人的良心 人生在世 钱多一点少一点不太重要 风光一点平凡一点也不太重要 做官还是为民都不太重要 最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人品 有了好人品才会有好风水 有人说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 也不是金钱 而是人品 人品是生活的通行政 在这善变的时代 人品是彼此心灵最后的依赖 人品是得到好运气的关键 一个人品好的人 真心对待 得人珍惜 因而有幸 得人信任 拥有一个好人品 大家都会和你做朋友 当你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人生的路才会更加好走 一个人品好的人 干净做人 令人欣赏 厚到处事 让人惊讶 拥有一个好人品 不管在哪 你都有人活 不管做什么 你都有人住 这就是你最好的风水 人品好的人 懂得让利 让人受益 愿意吃亏 帮助他人 人品好的人 即使再风光 也不会高调炫耀 就算再成功 也不会目中无人 他们从来不会小瞧 比他弱的人 也不会巴结 比他强的人 他们与朋友和睦相处 宽大回还 遇到事情 总是想及他人 不自私 懂得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为人不做亏心事 人生之路 自愿长 人品好的人 不会用甜言蜜语来欺骗人 也不会敷衍了事 糊弄人 能说话算术 言而有信 答应别人的事尽力做到 借了他人的钱 绝不来着 拥有一个好人品 就会得到更多人的投资 你才能把事业越做越大 人活一辈子 人品越好 人缘越好 人缘越好 路子越宽 路子越宽 机会越多 机会越多 人生越美好 人品好的人 遇事之时 有人帮扶 低谷之时 有人支持 论语曰 君子遇于义 小人遇于利 意思是指 君子讲义气 小人讲利益 北宋时 欧阳修和宋琪 都是朝廷中 鼎鼎有名的大才子 共同负责编写新唐书 后来 宋仁宗 嫌宋琪 闻风过于华丽 又加上 不喜欢他此早中 显露出来的清福 并让欧阳修 负责修改新唐书 宋琪知道之后 万念俱灰 心想欧阳修 一定会独揽功劳 自己的心血 就此付诸东流 谁知 带到书稿修订完成之后 欧阳修在仁宗面前 说了宋琪很多好话 声称 宋琪的稿子并无不妥 所以没有多感 他紧接着又说 按规矩 我的官职高于宋琪 新唐书 应该数我一人名字 但宋琪也费了不少心血 而且 书稿大部分 是他所写 我愿与宋琪 共同属民 恳请皇上恩准 这相当于 把到手的功劳拱手相让 欧阳修说完 满朝文武 举坐皆经 也因为人品好 伺候霍锋 出国功 面对好处 不应私欲 损坏别人利益 是善良 在利益面前 最容易暴露人品 而好的人品 是为神的根本 只有坚守道德底线 好的人品 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拥有好运气 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三 你的好运气 来自你的干净 杨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人有义务 透过你邋遢的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杨教先生在人生最落魄的时候 依然会成立好自己的仪容 即使是出门买菜都会细心打理 短庄大方 干干净净 很多人不理解 都如此落魄了 哪里还有闲心打扮 他却回答说 我虽然游街出丑 却要做个体面的人 真正外表干净的人 无关近欲 更多的源于一个人内心的潜意识 这种意识是对生活的热爱 也是内心干净澄澈的折射 外表干净与财富地位无关 只与对生活的态度 内心的通透有关 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之上 一个干净的外在形象 是最有说服力的名片 邋遢的外表 让身边的人都避而远之 干净整洁的外表 不仅能逾越自己 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真正的干净 不只是表面的干净 更是由内向外的干净 孟德斯丘曾经说过 美必须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在形象上如此 在心中更是如此 在混乱的城市间 能够保持一颗干净的心灵 十分难得 干净不只是一种气质 也是一个人的尊严 好运气的来源 堂堂正正做人 干干净净处事 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样子 干净的人大多善良 因为善是一种纯净 他不担心被榨取 只怕被污染 所以做一个干净的人 在于品格的高尚 做人的干净 这样自然能吸引 美好的人与世 迎来满满的福气 心灵干净的人 不但外表干净 内心引清澈透亮 光明磊落 养不愧天 腹不坐于地 清清白白做人 坦坦荡荡做事 哪怕世间纷纷扰扰 灯红酒绿 也要在内心留一块净土 守住了初心 活得纯粹 活得清白 切科夫曾说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 衣裳 还是心灵 思想 识人沐昕 本是世家公子 但前半生命运不济 进了三次监狱 白天 他被逼着写认罪书 但到了晚上 他便在白纸上画黑色的琴剑 无声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 无论生活多么不尽人意 他都保持微笑 挺直腰板 不见一丝怨怨 干净 优雅 干净 说到底 其实是一种修养 是你历经 世事艰难之后 依然能够以温柔宽和的眼光 去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 人有静气好运自来 人生在世 不一定要荣华富贵 生命远扬 但一定要活得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一个人的福气不在远方 干净的人生里 便藏着福禄兽洗财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